干险是一种自体免疫疾病 约有三成患者会合并干险性关节炎 由于免疫系统失调 不仅皮肤会出现皮屑病灶 关节也会受到侵犯 出现红肿热痛的症状 也容易合并高血压 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等空病 包含我们的背部 有些人会慢性下背痛的一个状况 那包含我们的就是骨盆的区块 这边的关节会发炎的一个情形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包括我们这些小的关节 手指头下肢以及猪怀的关节 它也是常见影响的区区这样患者 因为它皮肤的一个外观 以及关节失能的状况 它忧郁的倾向 也会比一般人来的增加的情形 干险性关节炎以阶段式用药为治疗策略 对于刚确诊或症状较轻微的患者 会使用非肋固醇抗发炎药物 如果症状严重 会加上免疫调节药物 用过两种药物后 红肿热痛的情形没有改善 或治疗后出现肝肾功能受损 医师会评估患者状况 以生物质剂做进一步治疗 而针对治疗迷思 医师有话要说 那通常在于干险性关节的这个 内固醇它的一个角色 它通常是在非常急性的时候 那非常严重的时候 我们会作为一个短短时间的一个使用 大家会担心说这一些药物 会不会伤肝或伤肾的一个状况 实际上它因为不同的免疫修饰药物 它的一个代谢途径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会依每个病人的一个状况 去调整这个病人 它是不是适合使用这样的一个药物 生物质剂它的一个感染的一个风险 是不是跟传统的一个药物 是比较高的一个状况 那实际上根据国外的一些 大规模的研究发现 在感染风险这一块 实际上两者是一样的 曾有一名54岁女士 罹患肝险20多年 不仅指头背部疼痛 严重到关节失能 皮肤病灶也藏不住 影响它身为贵姐的职丫生活 最终已离职告终 接受生物质剂治疗后 三个月病情就能看到明显改善 生活回到了正轨 现在也常常参与登山活动 在考量这些病人的治疗时候 除了控制原本疾病的一个活动度之外 那其他共病的部分 我们一起会整合团队 来做一个适当的一个治疗的一个部分这样子 那同时我们会有 整个团队的一个卫教师 以及就是心理之上的一个部分 那来做相关的一些卫教 以及说药物是不是需要一个调整 医师提醒 肝险患者可以熟记336防御法则 注意头皮指甲 私密皱褶处 三处是否有病变情形 以及关节僵硬 肿痛三大警讯 把握六个月黄金治疗期 才能早期发现 及早治疗化险为一 记者新闻声新竹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Oczywiści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